新北市有一名因为窃到最前遭到通气的30岁男子 昨天晚间8点在淡水源的路上 他提着刚买的米酒在路上闲晃 淡水分局两名远警巡逻 看到他心机可疑就上前盘查 却被男子拿着米酒击中头部 远警头部有三处的磁裂伤险流如注 但也当下英勇的制服了险犯 但是送医之后缝了将近有60帧